畫面中可以看到警方一件白色轎车就立刻开上前 而后方支援警离道场也将白车纷纷包夹挡住去路 随后援警离即下车将人制服 而另一边也有援警将人压制在地 查看包包确认相关事证 原来他们通通都是诈骗车手 现在来听稍走警方访问 日前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自己因为误信投资被诱骗了25万元 事后警民联手 假计要再投资10万元 约定在高雄尼亚区面交 借此引诱诈骗车手 后续果真被警方逮到年仅不到20岁的三名车手 也当场查扣他们的手机工作服务证 还有公司印章等相关证物 而据了解当天三名犯贤 更疑似想要黑吃黑 无奈见到金额太少才借此作罢 不过最后人被警方依法逮捕